昨天我们跟了一期吃脚团的视频 大伟又躺枪了 他就是跟我婆婆抱怨了一下 在北京吃不上脚团 特别馋 实际上就是儿子想妈了 撒个娇而已 结果好多人说我情商低 太矫情了 我给他妈诉苦的时候 你难受了吗 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儿子喜欢吃自己妈做家乡饭 多正常呀 前两天给公婆买了中老年的高钙奶粉 我们就想发视频问问 看他们收到了没有 接话打过去 我就随口问了一下 我妈吃饭了没有 我妈高兴的给我说 她吃的是脚团 哎呀 一下子把我馋的 我婆婆她特爱吃脚团 也很擅长做 为了让我妈有点成就感 我就给我妈抱怨说 我们在北京都吃不到脚团 特别可怜 而且我们两个还不会做 确实是 以前吃的时候都是我婆婆打 我们俩没注意学过 我觉得她这么说也没毛病 就是想表达 妈在自己心理地位比较重 别人不能替代 不是那种有了媳妇忘了娘 我就是不想给我妈表达 拿出我在北京吃的好 喝的好 过得很滋润那种感觉 我总不能跟我妈说 我离开你以后 吃的情好 过得特别滋润 一点都不需要她 让她得多失落 就像大伟爱吃油泡面跟扫子肉 其实这两样我也会做 但是每次在我婆婆面前 她都不承认我的手艺 说她妈做的味道正宗 她最爱吃 你都快成了我心里的蛔虫了 我感觉 我心里想到什么你都知道 其实也正常 这么说就是想让我婆婆高兴 我觉得能理解 我也从来没在意过 谁能不想让自己爸妈高兴 是不是 现在咱们就演一个情景还原 就是小月通常一下我妈的角色 我对我妈是另外一种说法 看看是什么效果 妈 吃完饭了吗 今天就在家休息呢 我拦了点扫子肉 我们刚刚吃完扫子面 你扫子面 我们也能吃扫子面 我在北京经常吃扫子面 我媳妇们弄的扫子肉 可好吃了 哎呀 你媳妇挺能个的呀 对呀 你不在我身边 没有你了 我正要想吃陕西美食 都能吃到 这婆婆心里 拔凉拔凉的 酸酸的 儿子拔牙了 今天我还提前体验了一下 婆婆的角色 感觉挺爽的 最近大环境影响 我们不方便出京 然后自从去年8月份 搬回北京以后 这么长时间 没有见过公婆了 确实也挺响的 所以平时视频联络一下感情 我觉得大伟 并不是像有些粉丝 想的那样 妈宝 情商低 相反呢 她情商挺高的 其实挺会说话的 大伟呢 她又喜欢跟我公婆 逗逗乐 开玩笑 所以呢 就只能拿生活中 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 来开玩笑 像吃不吃得上脚团 其实我婆婆 也不会真的说 特别的心疼 但是呢 又能表现出 儿子对母亲的那种 需要跟依赖 其实还有一点 昨天我媳妇居然 也躺牵了 有的粉丝说 我特别的嫌弃 在诋毁陕西的美食 把脚团说成浆糊 而且从头到尾 说了好几遍 其实我是跟大伟 开玩笑的 就是我们俩 互相调侃一下 给那个平淡的生活中 加点乐子 你是斗冰的 是吧 要不然我们俩 相近如冰的 一边做饭 一边客客气气的 老公 你爱吃脚团是吧 别别别 起鸡皮疙瘩 我也特别爱吃脚团 这陕西的特色美食 太好吃了 我现在开始做 就太假了 看上去 我们两个真实生活中 就是喜欢 互相开玩笑 还有 我觉得我不爱吃脚团 这太正常了 你大家想想自己 不可能每一种东西 我们都爱吃 如果面条 包子 饺子 烙饼 这那的 我不可能每一种东西 都爱吃 是不是 对 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食物 或者还有 但是我能陪你吃 就证明 已经很爱了 已经爱屋即屋了 我知道你很爱我 你很爱我 你不爱我 怎么了 你不爱我的话 你能跟着我离开北京这么多年 你能这么多年 无条件支持我 真是 结婚之前 我都想不到 婚后会被你牵着鼻子走 背景离乡 去这去那的 你看 这么好的事情 被你说成牵着鼻子走 这是爱 爱是一种无条件的支持